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月2日星期四 农历那月初八 欢迎收看沙特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有 一考生疑似太紧张 在考试过程中连续放屁两小时 后排考生被熏懵 爷爷舅舅双双家孩子送错游园 一市民疑似在小丛中发现熊猫 二男子因争论谁更了解东北大米而打他出手 更多内容请进行详细报道 2019年4月6日 香港中学文明考试举行 一考生疑似太紧张 在考试过程中连续放屁两小时 坐在放屁考生后座的考生发帖抱怨 考试过程中全程三天呼吸 导致大脑一片空白 不但答题受到影响 就连衣服上都沾满屁肺 让后排考生不尽大骂 放屁考生毫无功德心 网友表示 该考生或涉嫌作弊 用放屁打出了一串公私密码 安徽可见 爷爷第一次送孙女上学 孙女反复提醒做错了 爷爷说你就是不想上学 放下孙女就走 园内老师发现这张陌生面孔 随后报警 民警连接到哪条家人 终于将其送到了正确的邮员 无独有偶 就为7日上午 上海某邮员老师报警称 园内多出了一名陌生小男孩 原来孩子舅舅将孩子送错邮员 提醒舅舅师 舅舅却以为孩子想要逃学 该孩子表示 除了针对的劈头 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在安倍来安 一市民在路边早从 彼此看见了熊猫 于是报警 民警打击血斑 沿路风行寻找 找到后仔细一看 该姓猫是一个 身着黑白香肌 艺术的醉酒名字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一枪假扮 赶枪两家银行 他举着手雷 下铺了组有会员 警察在接抢第三家银行时 将其制服 并缴获了他的作案工具 一个涂黑的牛油果 该牛油果表示 我这辈子没有这么风光过 一时在最男孩 被女朋友分手 卫性索混 伤心一绝 连干了三瓶白酒 被送往额克救阵 对此流浪王子表示 小朋友又有小朋友的样子 好读书 3月20日 美国一男子走进橙污店 将一条长达1.4米的帽蛇 躺进了孤当内 中美俩开花 靠边民警接到群中举报 某地方戏院的二人热演员 在表演中将100奖的爆竹 放在裤子里 为观众表演孤当唐雷 最终该演员因违反 爆竹截然令被罚款 怪员 赛特新闻 此次提醒您 请遵守法律 孤当以为法怪之地 认为一只流浪猫 因此坐在树上 往行人头上省鼻子被捕 被捕时 该犯罪嫌疑猫表示 7月2日 雷南江前往北京的T298载列车上 两名国生男子在火车上闲谈 在争论谁能了解东北大米时 两人意见不合打架出手 民警在水晶控后 确认会把犯罪人红某会打人方 红某表示 我是把他看那块了 我也没打他呀 我是把他看那块了 我也没打他 对此 较隆平老人表示 在江苏省正江市单独区 两枚男子因自己纠纷产生矛盾 发生口角后 二人在室外恐怖相让 相互推想 当时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以上 二人在太阳下坚持吵架半个多小时 民警赶到现场后不久 二人因体力不知 双双几次倒地 有网友会此复失一手 别日连言刺火烧 回来吵架插着腰 奈何体力不争气 半个小时就倒地 8月9日 王东东生一小女孩 在店内用手机看小猪佩奇 一男子突然抢入 将手机抢走 在一调水降空时 民警发现 其跑步姿势不对劲 最终状况嫌疑人 其尿减马非呈养性 焉复西成业 该男子被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下面请看前线记者 为我们带来报道 好的主持人 现在我们会遇受害者 小猪佩奇的家中 我感觉不太好 有一对成本胎兄弟 他们二十多年 都共用一张假照 直到最近 民警才发现了端倪 因为哥哥 秃顶了 在科幻小说的写作中 流传着这样一条法则 律师不绝 卡子力学 解释不通 穿越时空 偏幅不够 平行宇宙 近日 微博上流传出 多个教育机构 组织丢导师学童童 进行两次波动辅读大赛 及日常学习的视频 在视频中 一群萌眼孩子 认识一本书 以飞快速度 哗啦啦翻书 总结不小 相关机构的说法是 在高速翻读书籍的过程中 利用HSP各款之力 进行两次波动辅读 就能在1-5分钟内 看完一本十文字的书籍 我们不忘了 复书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你翻得越快 你离宇宙的距离就越近 下面为大家带来简讯 以学生多多 图于梦眩 没地震 将等多多的学生喊下来 并将翻墙淘口的机会 让给他人 生死面前 打一里然 当真是酒品 及人品 男子双手发黑 以为患血栓 经医生诊断 却成为骨子掉色 老师怕学生 坐火车丢手机 收来几个手机保管 结果全部弄丢 印度举行放屁大赛 大赛者因心情紧张 可以成功放屁 弟弟被女网友骗5万块 姐姐不甘心 家对方好友 再被骗13万 父亲将孩子暑假算一弄丢 民警立刻主动找回 并称 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暑假 男子账户突然多了50万 下了报警 民警表示 就是你的 这是拆迁款 13岁女儿手游打背影 进短信报警求助 称我有四个朋友被杀 女子勿扔演唱会面票 账户翻三桌干垃圾 将其找回 并称感谢打几分类 继续老人到派出所取报 某票唱火点 票唱在个上场 警察根据其提供的线索 将票唱火点一网打尽 并以法将老人拘留 2019年已经过去 在这里 我想对观看 本期沙雕新闻的沙雕网友说 有头发的网友 叫沙雕 没有头发的网友 叫 今天早上的新闻 不算完了 可惜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 明镜主流之地 观众朋友们再见